可能对女生来说口红就是一种收藏 就是我今天每一个品牌 每一个不一样色系我都要收藏一支 因为对我来说每一支意义都不一样 就像男生收藏他的公仔一样 但我真的不懂公仔 所以OK 你说男生不懂口红好我可以接受 因为我也不懂男生的公仔 我有几支口红啊 不会数啊 怎么会数这种东西呢 就是你看到一个喜欢颜色你就会再买啊 大概30支以内吧 口红会给女生一种安全感 就是觉得我今天有口红就是一个 完整的战斗状态 就是我今天可以以脸是人了 所以口红对女生来说就是一种安全感 可能公仔对男生来说也是吧 可能买了以后放在身边你就会觉得 我有这个东西我有安全感 这样吗 就真的会有人在屈诊室里面打散女生 只有男生想要在里面打散 女生不是想要在里面被打散的 所以女生在那个状态下是 我想要找我的化妆品 我想要找我想要买的东西 超有感觉 你知道如果我在生气的时候 别人叫我笑一个的话 会觉得帮你抽动一下 我某一部分的脸部肌肉 她已经笑得很棒了 她已经很努力地在笑 这个笑容就是杀人的笑容 就是在警告你 你在问我生气吗 我笑这个笑容给你看就是 我真的在生气 这个把妹感觉也是女生写出来的东西啊 去屈诊室里面然后带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回家 不过女生确实啦 我去屈诊室也都是买一些自己已经有的东西 就是看到了喜欢了 又被那些广告给欺骗了 然后就把他带回去了 去夜店女生也是带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回家 说的就是你啦 你这些去夜店的男生 不会 因为我都在忙着逛彩妆 哪有时间理你搭散我 你知道之前 有一个男生来跟我搭散我在屈诊室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等一下去夜店可以帮他画眉毛吗 然后我就站在屈诊室里面拿人家的那个 试用的那个眉笔帮男生画眉毛 然后他画完以后他就跟我说 那你要一起来吗 我说不用我要回家了 很奇妙耶 就真的会有人在屈诊室里面搭散女生 只有男生想要在里面搭散 女生不是想要在里面被搭散的 所以女生在那个状态下是 我想要找我的化妆品 我想要找我想要买的东西 酒吧吧 那边不是真的是体分是一个 比较适合搭散的感觉吗 而且会想去酒吧 如果女生单独去酒吧 就是想要被搭散啊 超有感觉 你知道如果我在生气的时候 别人叫我笑一个的话 我会觉得帮你抽动一下 我某一部分的脸部肌肉 他已经笑得很棒了 他已经很努力地在笑 这个笑容就是杀人的笑容 就是在警告你 你在问我生气吗 我笑这个笑容给你看 看就是我真的在生气 每一个生气的女人 背后都有一个不知道 里做错什么的男人 男生可能就是比较迟钝吧 其实今天 我觉得女生是很容易 在感情里面会比较 感官会被打比较开的 你很容易就因为一点小事情 可能会不开心 会生气或怎么样 但是其实你把它放在朋友身上的话 其实这件事情都不成立 男生通常可能都会觉得 你可能只是现在不想讲话 你可能只是很累 你还是你口渴了 但是其实女生就是想要被哄 生气的时候不一定等于想被哄 但是你哄他一定是有一定的效果在 他可能就会比较补气 或者是当下就好了 女生其实都很简单 他们很容易怒 但是他们也很容易好 你可能就是给一点点的轻柔的抚摸 他们可能就没事了 但是男生通常都是继续耍白痴 所以女生就会越来越气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男女生吵架 杨幂这一张的梗图案战术竟然有8.5万个赞 可见这下面8.5万就是无数女生的心声 就是对我生气的时候 就是这样 你看女生就算这样笑起来 还是女生啊 你不会觉得她脸臭 或者是她那个臭笑有什么感觉 你就会觉得她好漂亮 她还是很漂亮 我来模仿一下好了 不知道能不能笑要跟她一样 就是你有在生气吗 没有 那你笑一个给我看 觉得是腰臭啊 天呐算了算了 看来女生不是能随便模仿 你有在认真模仿吗 我有在认真模仿 我非常认真耶 因为我现在也没有办法 把自己带入那个 你这是抽筋好吗 很难耶 生气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笑 生气的时候你会叫我笑 我只会觉得更烦躁而已 可是我真的看不出来 那个闲男超人的差别 我觉得他们都只有衣服上的差别 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吗 可能对女生来说 口红就是一种收藏 就是我今天每一个品牌 每一个不一样色系 我都要收藏一支 因为对我来说 每一支意义都不一样 就像男生收藏他的公仔一样 但我真的不懂公仔 所以OK 你说男生不懂口红好 我可以接受 因为我也不懂男生的公仔 我有几支口红啊 不会数啊 怎么会数这种东西呢 就是你看到一个喜欢颜色 你就会再买啊 大概30支以内吧 就是就是个个大大小小的口红 唇有唇蜜那些的 大概30支 你个人 我个人 女生通常都 都是很多口红的 因为他们也不会真的用完一整支以后 再买下一支 你会 你会很 你用这支用到一半的时候 你会被别的广告吸引 然后你就会购入下一支 你就会觉得 哇这支口红我一定要收吧 我不收的话太对不起他了 可是你收下来你就 跟你其他口红其实没有差非常多 就是都一样 你要想会有砖红色 橘红色 冬天要有冬天色系 夏天要有夏天色系 要有比较清爽的质地 比较干燥的质地 比较雾面的质地 比较清爽的质地 跟 看起来水润感的 所以其实口红有太多类别了 然后功能也不一样 有的要叠加 有的就是单差 可能口红会给女生一种安全感 就会觉得我今天有口红 就是一个完整的战斗状态 就是我今天可以以脸是人了 所以口红对女生来说 就是一种安全感 可能公仔对男生来说也是吧 可能买了以后放在身边 你就会觉得 我有这个东西 我有安全感 这样吗 期关期间的赞 然后下面有几千个留言 然后每个留言都是 大家take自己的朋友 然后就说 你毕业我一定第一个帮你刮布条 什么 恭喜你工作四年单身 看来大家都很关心朋友 大家都很担心自己的朋友 以后只能一个人 OK 那 如果我毕业的时候 有人帮我刮这样的布条 我可能会觉得 很光荣吧 哇我单身四年 单身贵族 但是其实 另外一方面 自己心里面会觉得很偶 所以被take的人都是 单身很久 所以大家 大家刚才在下面连移算啦 就是你看到 有女生take另外一个女生 男生就点进去 然后就说 我们要不要来凑一对 这是个交友空间 我觉得很棒 这下面都是被take的人 都是单身的人 所以大家就去下面自己挑 自己挑自己的男女朋友 好不好 大家赶快去看一下 那个 我要你的神回复里面的 这个 这张图 大家去交友咯 可以 完美女友的条件 要是有一个女生 能够这么完美 她又上得了 厅堂下得了 厨房的话 她也不需要你 她一个人就可以过得很好了 她干嘛需要交男朋友 所以男生列一个 十大完美女友条件 你能符合几样呢 可是我觉得这个图 应该也是女生做出来的 就是女生帮 自己帮男生去调一个 条件表 因为男生通常 应该也不会看那么多吧 就是如果你真的喜欢上一个人 你不会 把他一个一个去 比较那些东西 男生把手伸进口袋的原因 是要调整 调整 就像假如我今天要 调一下我的内衣或什么 我还是会去一个 比较隐秘的地方 我可能会 在一个没有人看得到 或者我背过声去调 但是很多男生就是很大方 他就觉得反正 也没差或怎么样 你觉得 你把手伸进口袋里面 调整东西 会很不明显吗 但其实 非常显眼 就是基本上大家都看得出来 有一个东西 一直在移动中 就 你还是去厕所 调一下会怎么样 你如果觉得不舒服 你就去厕所 把他调整到一个 适合的地方 不是比较好吗 可是我觉得女生 调整肩带的时候 是一个比较 自然的 的感觉 因为那个地方 毕竟他肩带的位置比较高 可是男生 如果要调整裤子的话 就是离自己的 属膝部比较近的地方 会比较尴尬一点 画面上来说 所以女生这方面是比较 没有负担的 就是顺便就 可能拉一下脖子 旁边是蛮正常的一个感觉 可是男生看起来就 会比较 比较明显一点 这个剪刀 石头 布 真的是 这张图上面有三个 很重要的东西 剪刀 等一下 我怎么一开始就把剪刀 讲出来了 这张图上面有三个很重要的东西 石头 布 跟两个女生 可是你知道什么时候 什么情况下 你会同时又用到石头 又用到布吗 就是剪刀 石头 布 那可见这两个女生 就是代表那个剪刀 那剪刀跟女生 是什么关系 如果大家不懂的话呢 欢迎大家自己去Google一下 用你们的想象力 七龙珠是 很多男生心目中 很强的一个漫画 但是 身为女生活 真的没有跟过七龙珠 真的不好意思 但是七龙珠 里面的主角 他这一段对话 放在2020年 这真的是 渣男语录 你 怎么会连自己的 另一半伴侣 他怀孕了 你都不知道 你就去浪击你的天涯 而且为什么卡通里面的男主角 永远都在浪击天涯 他们每次都是有各种任务去做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超人特工队做得很好 就是他让女生去出任务了 我觉得超棒的 不然每次都是男生在当英雄 女生也是有英雄的时候的 好吗 好像也只有七龙珠 这部漫画里面 才有主角生小孩 你们有看过其他漫画里面 有主角也有生小孩 就是后代的故事吗 目前是只有听说七龙珠里面有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蛮罕见的 还有哪些日本卡通的角色 也有生小孩的吗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男生才懂的梗图系列 确实有一些梗图 有一些色色的感觉 还有一些是 抱怨女生 但我觉得啦 有一点颜色在里面 还是可以接受 就是有一些东西 加一点调情的 剂量在里面 就会觉得他特别好笑 而且你们这些 攻击女生的东西 我们女生也有 女生才懂的梗图啊 我们才不屑 你们这些攻击的 这都是皮毛而已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玩梗工作室分享的内容 如果大家有什么喜欢的梗图 也可以贴连结在下面 分享给我们 让我们知道 这边有我的粉丝专页 还有我的IG 那我们这个频道 每周不定期更新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按一下订阅 打开你的小铃铛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